凌晨4点多的台北街头 路边突然冒出熊熊火光 仔细一看 这团火球里 竟是一辆高级跑车 眼看火势越烧越大 消防员紧急到场 拉水线灌旧 这辆海神跑车 已经烧成了一团火球 纵使火势扑灭 也已经为时已晚 透过监视器画面还原 海神车主跑进跑出 似乎像在求救 几分钟后海神开始冒烟 而且烟越来越浓 接着现场出现火光 前后不到十分钟时间 这辆海神已经烧成了一团火球 警销人员货爆到场灭火 但黑色海神经过大火摧残 已经成了一团废铁 这起事件发生在26号凌晨 只是好端端的跑车 怎么突然烧起来呢 这起火烧车意外就发生在台北市南京东路二段上 当时这名车主发现自己的爱车怪怪的 赶紧停到路边 没想到几分钟之后 这辆车烧成火球 这辆烧起来的海神 新车最贵售价超过500万元 加速到100公里 只需要4秒不到 一次因为机械问题烧起来 也难怪驾驶这么着急 事后警方清查 25岁的干性驾驶并没有酒驾 只是到底什么原因 让500多万的海神烧成火球 还需要深入厘清 记得台北综合报道